為什麼拜登以總統身份宣佈疫情已經結束 他又不是醫護界,憑什麼這樣說呢 另外就是美西方繼續對中國的防疫偵察 不單止是指手畫腳這麼簡單 已經擺明採取這個攻擊 很簡單,美國之音就有一個報道 就說貴州27人的大巴翻車事件 因為這是一班旁邊的人士 用來做這個領導 就是說如果沒有這個嚴謹的疫情 是不是不會有這次車禍呢 用這樣來說這個情況 不過這個只是一個小錯一疊 最重要我們要理解西方現在怎樣去術士 去術士就說其實中國同來沒有成功抗疫 它的抗疫是中下禍根 如果你不去解讀 你只會去以色形態那邊 因為有專制的新冠疫情 習主席就為了政治表演 或者政治表演 動員群眾 要加強專制的統治 所以就要搞這些嚴格的防疫 如果你聽到這樣說 如果你不去認清楚這些訊息 就會上風所擔心 那些人在坐牢都會側眉不悔 因為他們沒有工具去解釋這個世界 只是接受了美國的工具 再我告訴你 不要跟我說台灣為什麼 台獨一定要跟這個外國勢力走 就說整個台灣被美國滲透了 你只懂得罵蔡英文 為什麼你要不走走那條路線 我告訴你 如果他試一下跟中國去接觸的話 無論他的正義生命 或者個人生命 都可能受到危險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滲透到盡 所以也是回應花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我們這麼怕 一些機構 尤其重要的學術機構 這麼怕它有人滲透 這麼怕一些我們信不過的人 可以做到決策的地位 心偷和思想的工具 是很重要的 現在我們不要說 美國西方的意識形態 說整個疫情的防疫 就是因為政治運動 你不要帶這個節奏 說回美國西方人想相信什麼 有一位作者叫Jerry Diamond 書很有名叫 《槍炮病菌如鋼鐵》 很簡單說說那個術士 就說為什麼非洲這麼落後 因為他們沒有什麼 純化的植物和動物 所以就不能夠造成農業社會 歐洲可以 歐洲基本上沒有天氣、氣候 或者地勢的問題 所以很容易他們 變成一個農家 或者集體的社會 所以人口容易集中 容易集中的時候 他的觸目就養在這個人份裏面 所以剛才說的 差不多是城市化的問題 人口集中的話 就是很多病菌 就是很多瘟疫 不是壞事 他的側面的解釋就是 你染得多 死得人多 你的後裔 很厲害 比超人厲害 又免疫 所以你看槍炮病菌與降地 你看到 為什麼當時西班牙這些殖民 鼻的開拓者 他們跑了去幾百人 可以打人幾千人 就是印加王朝 或者南美洲這個國家 會立即 未接觸他們 已經是掛了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免疫力 而歐洲人有免疫力 他就可以全身病菌 進去的時候 這些南美國家 因為沒有免疫力 不像歐洲那樣的《新經百毒》 這是他的書 有空拿來看看 不過是很長篇大論 其中一個原因 譬如鋼鐵就是 因為他有農間社會 有複雜的社會系統 所以他就可以有蓄木 或者是工業 繼而發生成工業 所以打到你殘 另一方面 病菌他們是不害怕的 所以 有了這個理論 西方現在就很害怕 提出一個所謂的免疫窮溝 他說 中國這幾年做的事 不是做對的事 而是做錯的事 因為很少人染疫 你說的數字真的很誇張 美國超過一百萬人屬於新冠 大致至六月為止 就是那個數字是去到六月 中國報告的死亡 5,226人 一百萬對五千多人 真是死得不夠多 死得不夠多 什麼問題呢 你以後的中國人 一定有雞 這就是所謂 叫做 免疫的雄溝 你越是鏡石 越是不讓那些 中國人去染疫的話 你將來很難可以和世界接軌 因為全世界 經美國現在宣佈說 沒事了 各位結束了 他說而已 世貿沒有直接宣佈 沒有 不過世貿開始鬆口 這就說得差不多了 人口病死 或者治病 開始跌了 開始跟進美國的口氣 如果這個話語權 是真是被美身風 去拿著的話 全世界很快就會全面開放 那中國怎麼頂呢 你真是外防輸入 內防反辦 他覺得你變成困局了 你就繼續再清零 所以他又停止了你的經濟活動 如果你的經濟活動的話 你就會專移 不要說經濟損失 你們的真力中運就會越來越弱 這件事 他又引伸了一些權威 就是說 病毒不可以清除 傻仔 你這樣做也是錯的 這些是術事 這個就需要 香港其實最近都多了些不同的 我經常都很建議 新聞的頻道 不要靠噗噗噗噗噗噗噗 有時候你需要做一些新聞補充的話 你應該去學校 你要自立 或者找一些 你都要滲透 你都要走到社會的基層裏面 或者是學校裏面 你不要客氣 我讀書文大學 我都知道美國是很多機構在裡面 不是滲透 才是學術交流 因為給了很多錢就知道了 你不做這件事 就是在這裡說 天都亮 家裡教他們 不教不了什麼 好 再說回 一個日本話題作為結束 就是核戰 剛才我和社長講了很多關於這個分析 不過我再說一件事 意義在哪裡 只有一點點 就是 俄羅斯現在是要把戰爭封停 你們現在又在不斷地拱火 或者派軍隊資助 你又想拖長城戰爭 甚至無想危害到 去到俄羅斯的家媒口 消耗盡他們的軍力 很明顯 沒有什麼普京大帝 他們的軍力不是那麼神 沒有錢 或者沒有科技 其實都是一般的 但是不要忘記 這是核子大國 所以我拿回一個意見出來 就說 若然逼得緊 核戰也有份 就選擇 你就要封頂了 你不封頂 我真的去 我信不信呢 我就拿回胡錫進 前環球事務的老總說 他信的 為什麼呢 他工具不多 你打常規戰 你已經逼到他沒有艇走 如果逼到他亡國 逼到他內亂 逼到北京下台 重新一次再瓜分俄羅斯 如果在這一刻之前 我可以禁制的話 我想 那兵大說 我就會禁制 當然 梅社長說 核戰有很多方面 有一些叫做小規模 這是北地禁之列 即不是完全禁絕之列 即是很少規模 很少當量 會不會這樣做 做出來後果會怎樣 這個大家都在計算中 不過美國就慢慢去蠶食 俄羅斯就需要做了一個斷言出來的一個 所謂的很負責 告訴你 你再教 真的會這樣 所以這個風頂一程說之後 我之前已經說了 不是跟你說笑 戰爭的氣氛 剛才上方你也說了 習書記也說了 要強軍比軍 所以這個星期的氣氛 是影響到戰爭 不要傻傻傻 就說這個世界 捉完和平 我們不是做什麼選美活動 不需要說這些 一定要警惕 第二 就算世界和平也好 關於滲透方面 反滲透 或者是我們要再加強 起不同的基層 不同的學校 中小大學 都要做的 就是你要用自己的 那個 術士 用自己的 解釋這個時事 或者新聞 你要下去 下去 你才有得救 不然的話 怎樣呢 你的家長回去跟子女說 不是那個社群 大家好 和大家介紹一下 巴士的步石樓台 已經優化了iOS的app 改善當網速慢的時候 有時候會遇到的播放問題 石樓台有很多 你有興趣知道的話題和知識 其他的媒體很少說 我們希望石樓台 是你的大腦營養補充品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訂戶可以看到我李彤、盧永雄 還有巴士的步的團隊 和其他名家的獨家內容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和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除了網上版的石樓台之外 你還可以安裝石樓台 iOS或者Android的app去收看 多謝大家支持